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基本動作就是最重要的 包括基本的球感運球 傳球 投籃 再來是小股合作 再來才是團隊進攻 那再來進階的話 到了這個比賽前期 那可能就是在衝刺的部分可以多做 那再來就是說在這個基礎疾倫的部分 你可以去做到一些重量訓練 可以去訓練到你的這個激勵跟爆發力 那進而到比賽期的時候 你可以就模擬對打演練 不管是在體能的應用上面 跟你實際上那種基本動作去做到整合 那在這個時間點 你把你的體能跟你的基本動作 可以充分明在比賽的情境上 我覺得一般來講 破解區域就是大量的去做到傳球 那傳球之外可以做到一些空手走位 跑到這個以多打散的位置 我們神聖的Overroad 那再來就是利用快速的投籃的機制 吸引對方防守的補位之後 你可以去做到玉球切入 Driven可以切入之後的一個外闖 或者是上籃 這個是很多系隊或者是有一些校隊遇到的問題 那甚至像我們比較高階的比賽也常常遇到這種進攻當機 那我建議啦 這個時候可以把空間拉打 那可能利用你們球隊的一個比較粗壯的球員去幫外球做對球掩護 那讓你們進攻值可以切入到這個靠近藍光的地方 可以去做到上籃 那當然對方的中風如果補位的話 這個時候可以小球成為你跟進的情緣 那這個時間點應該是百分之百可以去其他路到台下 去做到上籃的動作 OK 這是大部分你們遇到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所有的同學 球員必須要從基本動作做起 那當然會知道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那如果你已經遇到比賽的情境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利用可能動作比較不純熟的同學 去幫助你球隊裡面的足力 可能去幫他做到對球掩護 或者是離球掩護 設計 讓他接到球的時候 都是以至於有空檔的情況 那這樣子你的足力球員 就不容易被對方搜射 而且他會有比較大的進攻的空間跟得分的機會 那一般來講就是 例如說在大球的體育課程裡面 你可以在課程當中 去從基本動作開始訓練 那一般老師大概也是什麼 所謂的基本的運球 從小偶然 那可能小組的合作 那這個應該在體育課程裡面 可以去找到學習的機會 那再來當然可能有一些網路 現在網路的資訊段發展 在網路上面有很多的教學影片 我這邊也給你參考播放 那在我們在DV之前 其實我們DV的這個 這個籃球教室裡面 我們也拍攝了一系列 包括從個人 包括從三連小組 跟團隊的合作 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是可以讓大家去參考 不過我覺得這個需要 不只是影片的這個輔導 或者是基礎課程的應用 如果有機會能夠參加DV的CAD的話 我覺得我們會更有機會 帶來大家從入門 一直到他的專業的一個成長 一位李正彥同學想問說 請問教練 如何讓我的朋友 余子平知道卡位的重要性 OK 我麻煩正彥可以帶子平 下次去一台擁擠的空車上面 去看看那些上車的 老公公和老婆婆 他怎麼樣利用卡位去 佔據到有力的位置 然後他可以從頭到尾 都可以坐在那邊 不用站了 不 lleva大門 不ら大門 不,不,不 不,不,不,不...